ok 今天是6月11号开始今天分享 今天盖着这边还有9200多刀 这个仓位是没有任何变化 然后这个老鼠重新打到了我的成本位 我的成本位是8500刀 这个持仓 然后ok插这边 钱包里面总值是4718 相当于是 跟前两天比少了1500刀吧 这个应该是少了 交易所里面有个4000刀左右 421刀 大致一个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比特币其实是 今天是来了一波回撤 回撤比较多 我觉得还是受美去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 可能是有一些经济数据提前有人知道 或者是什么情况 这个跟市场的一些其他的事情是没有多大关系 感觉还是美区那边的一些事情 另外说一下这个披萨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还是我昨天那种说法 就是他如果能跌到我现在持仓的成本位下 我会把老鼠换一些到披萨上面 但是现在没有到这个位置 就还没有去做相应的操作 其实最近来看 比特币相关的就是BS20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特币生态的目前表现是比其他的一些像三代币要好一些 包括那个这些索拉拉或者是以太坊的命币表现要好一些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两个事情 一个是IO IO这个项目 IO这个项目 其实我看到看到一个大的情况 就是绝大部分去买卡开卡的去录的这个 基本上都被反录 这个是一个被反录的项目 感觉这个项目 目前来看 他说完全稀释的市值是28亿 我觉得这个市值是有一点偏高的 后期我觉得这个项目我不是特别看好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那个ZK ZK发了 ZK发了那个 ZK发了这个空头 如果大家有相应的去拧一下 去去查一下自己的空头 那个空头的条件也很苛刻 基本上我看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只有那种做精品号的会 没有被反录 其他的基本上都会被反录 然后有很多人都是去秀自己拿了一万多个 多少 这样子 我觉得 可能说来说的话 可能是有一些 在引流的一些效果 可能不是真实的 目前大概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被反录 这个大家也要去查一下 至于有这方面的一些那个那个操作的话 就要去查一下 OK 今天就讲这些 如果大家什么问题 我才会问一下 请 谢谢大家